好 接着再来看到复理的六十淡山金针花季落幕了 虽然疫情之下园区实施人车降载 但是旅警分局交管服务并没有因此打折 提供游客民众安全舒适的旅游环境 那么不仅游客 复理香农会也高度肯定 在这一天上午总干事张素华 以及全体的礼监事亲自登门拜访 来发放感谢状 同时也加赠加菜金 来慰问感谢警方的辛劳 复理香农会理事长简明志 亲自颁发感谢状给玉里警分局辖区各派出所所长 一张张的照片不仅感谢警方协助花季期间的交管 对于维护花季期间的旅游安全品质更是高度肯定 我们今天是到玉里分局 主要是要存着一个感谢的心 要感谢我们玉里分局 在我们今年的竞争花季的时候 提供我们很多的协助 那也是由我们的玉里分局呢 我们的这些远景很辛苦的协助我们疏导交通 那整个交通的动线也是由我们的玉里分局来协助我们规划的 所以才会让今年的我们虽然疫情的关系 我们自己的交通管制人员减少的情况之下 还可以交通非常的顺畅 还有让我们的游客来到这里都可以带着美好的回忆回去 不理乡六十淡山竞争花季圆满落幕 农会虽然配合疫情实施园区人车降载 但是玉里警分局对于花季交通服务并未因此打折 一个多月的花季期间 不论是交管、交通号制、路牌指引 甚至在园区设置警察临时服务站 用心且贴心的服务 不仅由客民众赞赏 农会更是高度肯定 今天上午总干事张树华及全体李监视 亲自登门拜访颁发感谢状 同时也加赠加菜金 慰问感谢警方的辛劳 所以今天我们就带我们的理事长 常文监视以及我们各位李监视 特地到我们玉里分局资政加菜金给他们 也表达我们的感谢之意 然后同时呢 今年的话也谢谢我们全国的好朋友 能够利用这个防疫期间 然后也可以利用这个假期的期间 来这里呼吸新鲜的空气 来看我们美美的花 真的也非常感谢你们 也由于玉里警方交管得宜 不仅让今年花季期间的交通临事故 警方设置临时服务站也提供贴心的服务 大大提升了花季旅游的安全品质 副理项农会总干事张树华万分感激 也表示明年度也将会推出不同花海的亮点 让更多游客民众爱上六十淡山 景中滑稽 记者是玉兰玉里镇采访报道